今天很高興看到台北市又發表了第二本的數位轉型白皮書 這兩年的疫情其實我們常在網路上有一個很流行的笑話 就是到底誰才是推動數位轉型最關鍵的工程 那是CEO嗎 還是CEO但正確的答案其實是COVID-19 因為在疫情之前其實談到數位轉型我們都會覺得它是一個很重要但不緊急的事情 只是疫情開始之後因為我們開始停班停課那必須在家隔離 那數位轉型就變成了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台北市在2020年推了第一本數位轉型報告 我們主題是疫後的新常態 那當然到了2021年大家疫苗又打了然後生活也逐漸恢復正常 所以我們今天第二本的白皮書的主題 就從觀念轉化為行動 那我們要突破過去的新常態來採取一些新的復蘇的做法 所以這本報告就在九項產業提出了數位轉型 那包括數位的基礎建設 醫療 人才 甚至到政治參與 那每一項的白皮書裡面其實都有提到一些國際城市的案例 以及台北市的行動方案 那我自己在讀這部白皮書的時候我就在想說其實 台北市其實已經是台灣的首善之區 為什麼還需要轉型 那前陣子我讀了一本聯合國在三月發布的一本報告裡面 主題叫做Cities and Pandemics 那裡面提到一個數據 他提到說其實在疫情爆發的前幾個月 百分之九十五的確診者其實都是來自城市裡面 這意思是說我們的城市這個經濟體其實表面上看起來很先進 但實際上他很脆弱 一封城的話很多打零工的人他可能會失去工作機會 然後年輕人他也沒有獨立的居家空間 那甚至我們也不敢去上醫院看病 那少了這些街邊客或上班族很多小餐廳或零售業 他也立刻就沒有收入 所以要邁向一個更公益更永續更健康的城市的未來 轉型就是一個很關鍵的手段 那所以這幾年其實在國外數位教育或是醫療 數位交通還有這些商機都是大爆發的狀態 所以就以市長最熟悉的醫療業來講 在2019到2022年這間 美國這數位醫療的創投的金額就成長了90% 所以大家其實都看到了這樣子的一個數位的轉型的商機 那所以其實透過這個完整的數位基礎建設還有包容的數位工具 其實才能把市民還有每個中小企業圈進這個虛擬城市的數位生態圈 才不會被披露 所以在這波數位浪潮之下呢 台北市到底採取了哪些行動 未來還有哪些計畫 那我們其實都寫在數位白皮書裡面 那今天還要再請柯市長來跟我們談一談 裡面沒有提到的一些細節 就是我想第一個問題想先請教市長 就是說這一次兩年的疫情 他怎麼改變了你在治理城市的一些優先順序 過去對你來講第一位最重要的可能是什麼 那現在你如何去調整這些順序 台北市真的推動 他本來就有自己的schedule 因為我們畢竟已經執政7點了 所以每天早上7點半成會 比方說公宅的定期會報告公宅改建計畫 市場改建計畫 還有環狀線 捷運 這些都Routine 就是定期要報告 但是這樣 因為這個疫情它是個突發事件 所以我們在每天固定的報告當中 如果有新的問題進來就插進去 所以結論是這樣 我這次疫情最大的一個特色就是說 我要求我們台北市政府 原來的市政都不准停 市場改建、公宅改建、結運價改建 全部都照計畫做 包括這個 也不要說因為這樣 遠距的關係 會都不開 所以我們今年幾乎所有的會全部都照動 都一樣動 至於疫情它隨時在變化 疫情緊急的時候就每天加開一次疫情防疫會議 像現在的話就是1.35 像我剛才來記者會之前就是在樓上開防疫會議 所以回答你的話是這樣 我們沒有因為這個疫情去改變台北市的市政 只是說在這個既有的基礎之上有臨時的問題進來 我們面對問題是解決問題的地步 那就隨時來處理 那這疫情大概還是四樣 防疫疏困真心轉型 防疫還是要做 不可以有新增案例 疏困是這樣 還是有人因為這個案件受死 生活困難 這要處理 不過在振興跟轉型 我們主要會發現 還是花更大的力氣去做轉型 不要一直再考慮振興 因為這個世界不一樣 電商、物流、無限交易、宅經濟 無接觸的這種經濟 它就已經出現了 所以與其還要再 老是想著要回到過去 不如就勇敢的朝向新常態前進 所以轉型其實還是一個 除了我們很緊急的疫情事件之外 其實轉型才是一個 長久要做的一個基礎建設 那接下來我想問一下劉處長 劉處長其實是非常資深的 台北市的居民 就是你看到 你在台北看到的台北數位轉型 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 你最常用哪一項數位轉型的設施 我覺得台北市做的最好是智慧交通 因為我第一次來台灣是1996 那時候紅線捷運還沒有蓋好 然後現在就是變了很多 就是會也會用就是大數據跟IoT 所以不管你是坐公車都可以看到 集中公車才會到 然後如果你要騎U-Buy 還可以看一個APP 然後就可以看到U-Buy的站 剩了幾輛腳踏車 或是如果你可以坐捷運 你可以看得到捷運裡面還有多少個人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改變的最多 所以做得非常的好 是世界裡線的 但是如果用我的就是處長的 我的工作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覺得台北市也做得非常好 是就是體驗經濟 所以有辦一些很大的展覽 比如說智慧城市展 我們每一年從澳洲就會有大的團 到台灣來參加這個展覽 然後都會有五到十個澳洲的市長 不是副市長參加 所以上一次就是疫情前 我們有77個我們昆斯蘭州的城市 有加入台北市的GIRDSMARK這個計畫 然後後來就台北市的Senton電腦 就跟我們兩個昆斯蘭的城市合作 做一些智慧城市的計畫 謝謝處長的分享 你們最主要在台北市 主要合作的是有哪些項目 我們是做貿易跟投資 所以就是會幫一些澳洲的公司在台灣 找到一些商機 或是幫台灣人再去澳洲投資 這樣子 只是談到商機這件事情 其實白皮書的2.0裡面 看到市長其實花了蠻多的篇幅在討論說 想把台北市的大數據中心 也是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個地方 打造成一個產業的大數據平台 讓整個企業可以使用 那這個想法其實也蠻符合全世界的潮流 就是我們常說數據就是21世紀的使用 那也正是因為它如此的具有價值 所以其實不僅是金錢的價值 其實它也包含我們每一個人的個人的隱私 所以其實各國也設下了很高的標準來保護它 比如說歐盟的GDPR 那也因為有這個保護的關係 所以有很多的計畫 它的推動的速度就沒有辦法那麼快 比如說我們常在講說 希望智慧醫療產業可以變成台灣的第二座護國神山 那它就很需要很多數據 可是因為這個隱私還有商用的這個爭議 它一直卡著這樣 那像中國呢又有另外一種發展模式 比如說他們從2014年開始其實蠻多城市 它開始成立了一些數據的交易所 那去年里上海市也成立了這個數據交易所 那比如說中國工商銀行 它就向上海市的電力公司去購買這個各個企業使用電力的數據 那也有私人企業購買 但是剛剛這個涉及交易的時候 這個整個事情就變得更複雜了 比如說剛剛我們談到的隱私法規 還有誰才是這些數據的擁有者 那市政府是一個很適合的代理人嗎 那我們如何又為這些數據來定價 甚至怎麼樣去分潤 所以接下來我想進一步請教市長 就是你心目中的這個產業大數據平台 你希望創造什麼樣的效益 那對於民眾隱私還有數據分潤的這些的一些想法 那你會怎麼樣跟我們說明 凡事都有利跟必要 比如說你要使用電腦 網路系統就有資安的問題 你要使用數據 那當然就會牽涉到各式問題 那事實上常常是這樣 科技走在法律前面 因為常常那個科技沒有出現之前 大家也不曉得有這種問題 那的確在21世紀你知道 數據變成很重要的資訊 很重要的甚至是很重要的資產 但是一定會很重要 這個跟隱私權要怎麼侵犯問題 不過像是這樣 台灣作為國際社會的議員 像歐盟都有資料保護的法律 所以第一個 因為我們台灣也不可能獨立權世界 你做出來的產品要外銷到每個國家 總是要遵守國際的規範 所以歐盟有一些規範 再來是這樣 剛才那句話 科技永遠走在法律前面 我們當時也想到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在差不多兩年前就開始籌劃 設立台北市 我們在台北市認為有個資料治理委員會 原則上是這樣 一定會有正義 所以公開透明 把每天避到問題拿出來講 至於說什麼叫這種數據 比如說資料 有沒有侵犯人權 坦白講 你只要 我不敢說百分之百 95%的人 只要一群專家坐在那裡 大家討論這個有沒有涉及隱私權的問題 要不要去個資化 大部分 大家都有共識 有很少數的問題 這才是需要拿出來再做親一步討論 所以非達你的話是這樣 你要使用電腦一定有自然的問題 要使用網路一定有自然的問題 你要使用數據一定有個資料的問題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資料處理委員會 當然是這樣 每跑一陣子 一定要定法律 畢竟法律還是道德的最低標準 所以坦白講 台灣也不要因為這些問題 不敢前進 所以像電子身份證 早就應該上路了 國家要不要訂立那個 個資保護法的那些 特別是這種資料要作為商用的時候 它的規範是什麼 早就應該要立法 所以倒是這樣 只是很多東西 台北做為台灣最先進的城市 沒有辦法每一樣都等到中央立法才做 所以也因為這樣 我們在府裡面還是有個資料治理委員會 來做這種把關的工作 不過終究還是 中央該立法的要趕快立法 的確是法律 法律先 我們先 就是中央先 先在立法 但是地方可能 我們可以做一些 比較先進的一些 嘗試跟做法 然後可以先 先試著做 然後再等到立法完成 可能再來 進行一些 就是 彌補這樣 那接下來這個問題 我也想要請教 就是劉處理長 就是說 剛剛我們提到了 市政府他可能可以為產業做一些 數據上面的一些提供 那對於中小企業來講 你其實最期待地方政府 在數位化方面 提供什麼樣的資源或協助 澳洲有沒有一些案例 我覺得可以加強的是 商家的 五千金的支付 因為現在台北 台灣還是很多地方 還是要用先進 沒有辦法刷杆或是用電子支付 包括做Taxi 或是要去餐廳 或是要去肩頭髮 都還是要付現金 然後 像我早上做Taxi去上班 因為下雨 所以平常我就要花一百塊 但是因為 那個司機找不開我的一千塊 所以要先去便利商店 都付了二十塊 所以二十塊 對很多人來說也是錢 然後另外一個也是 就是聯通性 很多地方可能 只會用一種電子支付 比如說我去隔壁 統一板機那邊的美食街 如果要去吃飯 不能用悠遊卡 一定要用iCash 或是LinePay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可以 就是政府也可以幫忙 就是把聯通性變得比較好 因為在澳洲 不管你去哪一家店 你的金融卡的電子支費 就是都可以使用 然後我說用 那個 行動網銀的APP 也是都是每一家都可以使用 所以不會 不會就是要 每次都要很多不同的卡 才可以用電子支付 但是 我覺得這個 還是有進步 我們還記得就是 剛開始游遊卡 沒有辦法再高雄 使用 但是現在 比如說你要從 走銀做 接駁車到肯定 也是可以用游遊卡 所以有進步 但是還是有 很多地方 沒有辦法使用 對 我們這個的確還需要 一段時間 慢慢的把各種的 支付的方式 普及到不同的通路 那我知道 其實在白皮書裡面 其實市長 有花了蠻多的篇幅在討論 就是 如何讓中小企業 也可以使用 電子支付的這個部分 那其實所以 接下來 最後一個問題 我想請教市長 就是說 你對你來講 台北市 應該要做到 什麼樣的程度 才達到你心目中 數位轉型成功的定義 這一題其實 沒有最好 沒有最好 只有更好 事實上我們每天 都會遇到新的問題 不斷的前進 像他剛才在講 無現金交易的普及化 能不能用一個卡 用在所有的地方 這個不一定 所以我們如果 讓台北市 無現金交易 整個生態系統 百分之百建立 這個不一定 所以回答你的話 其實 沒有最好 只有更好 所以應該是 每天遇到問題 不斷的前進 當然是這樣 就我們從愛沙尼亞的經驗 一個國家要建立 一個E化 最重要還是 Identification 就是你是誰 這問題要先解決 所以這為什麼 最近半年來 台北市政府很用力在推 一卡一通一戶 台北都又有卡又有戶 一卡一通一戶 你知道嗎 就是說你要有一個 有一個電子支付的帳戶 你要用卡 你要用手機為基礎的生物辨識 一卡一通一通 這個生態系統一建立的話 我想會更有助於在上面架構其他東西 所以Infrastructure 基礎建設還是政府要負責 好 謝謝市長跟我們的提醒 其實最後就是 市政府很重要的是做一個基礎建設 那接下來可能企業還有中小企業 甚至是國外出台的這些辦事處 可能很多的服務或很多的數位化轉型 才能慢慢的架構在上面 那今天我們的這個座談就到這邊結束 那謝謝市長還有謝謝處長今天的差異 謝謝 是 相信藉由剛剛20分鐘 短短這些精華的關鍵對談 相信所有的現場朋友 以及線上收看的朋友一定更知道 台北市政府對於疫情後 我們的產業數位轉型 我們是勢在必行 而且我們是說到做到